他們不加班 我覺得這是傷害到長期支持台鐵的使用者 我們真的事情都會三思而行 我們現在也把我們學生業版的方案 還有公會的方案 當基礎方案來做考慮 需要你們三思而行 交通部所有的溝通的管道都是常開的 我個人也到地方都有服務場的收入會 當時的公會都抗拒 都是不參加 所以失去很多溝通的機會 但是我們現在也把公會版 跟我們行政院版已經有做一個討論 那我們有一些方案 本來上個禮拜五也在跟公會討論 他們也希望把它退回 所以都失去到溝通的一個機會 我期待跟公會雖然是明天省 那我們也期待大家的意見隨時給我 那我明天在交流委會的討論裡面 也有把公會的很多的意見都放進去 那五月一號或是後續的他們不加班 我覺得這是傷害到長期支持台鐵的使用者 那我真的事情 公會三思而行 這個是他們長期支持 那我們還可以能夠 這個正常運運的一群人 你們來傷害他們 需要你們三思而行 那交流部 所有的溝通的管道 都是常開的 但是因為你如果把它退回的話 在過去的經驗 要達到公會的共識 那是非常困難 過去非常多年都沒辦法成功的原因 那我們現在也把我們學生宴板的方案 還有公會的方案 當基礎方案來做討論 有一個好的一個討論的機制 很期待 我們為了台鐵的未來 大家坐下來好好來討論